輸入什麼呢?輸入A2加1,就是下一個格子的數值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理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按確定,它還沒完喔 還要怎麼樣呢?往下填滿,一定會產生錯,為什麼呢? 到這邊有沒有,它可能過濾掉一個,可是下兩個怎麼辦? 沒辦法過濾,那會有產生錯誤對不對? 怎麼過濾呢?移動到A3,請你在這邊把這個減下來 然後用什麼過濾呢?is error 所以這邊if,然後再進到裡面呢,再is error 所以兩層is error在這裡,那把值貼上 那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直接輸入A2加1 就是下一個錯誤,如果產生錯誤,或者是怎麼樣呢? 把剛剛減下來貼上,可不可以?可以啊 因為剛剛減下來,如果產生錯誤就是 它裡面的東西是有錯誤的嘛,也可以兩種方式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就貼上就好了 按確定,不過只是說那個工字會非常的長 按確定,再跳回來,因為工字還沒完成 然後呢,再來,如果錯誤的話怎麼樣呢? 沒有東西,反之怎麼樣呢?貼上 所以喔,最好記就是is error貼上 然後呢,下一個空字串,再下一個貼上 所以貼兩次要貼對地方,公字就出來了 那你有的時候呢,你也不要去鑽牛角尖啦 為什麼這樣?有時候把公字記下來喔 以後你工作做出來,慢慢你就知道喔,原來是這樣子 後續我還要教過一些訣竅啦 反正有些東西喔,你就把它當成公字記下來就好了 工作就很輕鬆愉快了,那你如果把它真的完全理解的話喔 真的,就像那個九九成法表 從小就老師跟你講說,背起來就對了 那你還問老師說,老師為什麼是九九成法是這樣喔 那就可能他跟你講說,你就背起來就對了 那你再問他,可能就覺得你很煩 那實際上,現在小學也有教那個建構式數學 他們就不要讓你背九九成法表 然後慢慢推敲說,為什麼是 比如說,三七二十一 就要跟你講說,原來三個 比如拿來三個雞蛋 然後再加三個雞蛋 再加三個雞蛋 再加三個雞蛋 七個雞蛋對不對 七個再算一下 就二十一 那為什麼外國人喔,算數這麼慢 就是 幾個雞蛋 我也是 一個雞蛋